暑假期间 炎炎夏日依旧挡不住居民运动的热情 公园中游泳馆里 球场上运动爆汗的人越来越多 随着大家体育健身消费个性化和多元化 体育用品 智能设备 运动场景不断升级拓展 体育产业发展如火如荼 运动有多火 看看球场的预约量就知道了 晚上九点 上海的综合球场内灯火通明 几十块篮球和羽毛球场地全部满园 提前的话 我要提前两三天我就差不多要月 北京的球场随处可见放暑假的学生和家长一起来运动 我小时候打球可能很少看到那种比较正规的篮球培训 那现在家长可能越来越意识到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重要性 在所有的项目当中 羽毛球是今年暑假最引人关注的球类运动之一 因为普及度和受欢迎程度高 甚至出现了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 进入暑期以后 我们的颗流量的明显增加 尤其是青少年和儿童的比重较大 今年的价格上涨了十几块钱 但是阻挡不了这些学生对羽毛球的热爱 一只羽毛球要消耗16片刀铃 而一只鹅最多只能提供14片刀铃 最新需求旺盛叠加俄语紧缺 更是让小小羽毛球变得十分抢手 在全国俄语主产区之一贵州景平 记者看到不少企业的羽毛球一出货就被抢购一空 一车六多就两三天的使用量 这个经历在我入这个行几乎没预见过 一到六月份比去年同期都增加了25% 今年我们的产值可能会达到四个亿 球类运动长盛不衰 小众运动也开始悄然流行起来 记者来到北京的蒋板 室内冲浪 攀岩等俱乐部 运动健身的居民络绎不绝 这里是长远公园 炎炎烈日 水上的小众运动特别的受到欢迎 我们今天就来体验一下最近火爆的蒋板 穿好救生衣 绑上护具 记者以初学者的跪姿开始尝试滑奖 看似简单的一项运动 但是想从跪姿变站姿都很困难 而且由于蒋板需要激发全身肌肉 短短一小时就能消耗一千多卡路里 湖面另一边 同样体能消耗极大的皮滑艇运动 也吸引了众多健身爱好者 更多的是代表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包括对健康的那种需求 而在北京其他体育场馆 来体验各种新兴运动项目的市民 络绎不绝 除了暑假火爆的大小球连运动和小众运动 目前体育市场还有几大新特点 我们来看记者的摊访 而从最新的消费趋势来看 体育市场呈现出热门运动持续升温 年轻人加入慢节奏轻运动 高机能人群热衷极限运动等特点 互联网销售平台显示 2024年上半年 减肢瘦身的跳绳机成交额 同比增长266% 辅助瘦腿的家腿气成交额 同比增长239% 健身热也让不少城市商圈加入运动元素 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处商场楼顶 450米长的天空环道 和两栋建筑之间的双层开放空间 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 前来玩滑板和慢跑 本来学设计嘛 这个商场本来就很吸引我 然后它把空间感利用得很巧妙 可以到最顶上的空间来跑道 这是挺不错的 近年来 随着全民健身战略的深入实施 人们对运动器材 健身器械的需求不断增加 新技术持续研发 新材料人造草坪 智能头盔 数字蹦床 多功能体育公园 众多科技范儿十足的新产品 新装备 源源不断投放市场 远消海外 山东烙林的人造草坪生产车间 年产200万平方米的生产线正赶制订单 据了解新款人造草不仅百分之百可回收 依靠全自动化智能设备还可定制各种图案 随着全国各地运动厂学校体育设施不断扩建和升级 人造草坪的个性化需求逐年增加 除了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的草坪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智能语音跳绳 智能俯我撑板 等50多款运动器材将运动和游戏相结合 大大提升了运动的乐趣 走行另一家体育用品实验室 工作人员正在蹦床跳跃 检查产品承重性和安全性 这款立式弹簧蹦床拥有自主产权 是企业的当红产品 与此同时 在体育产业的持续滋养下 东莞的高校也积极拓展产学研合作 一款新型超轻头盔 已经正式交付给国家雪车队 相当于咱们头上少了一瓶半的矿泉水 实现了一个这种轻量化 技能轻量化的同时 又可以能实现它的抗冲击性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体育总局等部门 印发的促进户外运动设施建设 与服务提升行动方案2023到2025年提出 推动户外运动产业总规模 到2025年达到3万亿元 此外 运动户外消费者运营白皮书显示 预计到2025年 运动户外用品的消费市场规模 将接近6000亿元 temps市场量化的核心 darum灾转色运动